好 我們來看一下 你現在呢 你有沒有發現我們左下角這裡有一個叫場景1 對不對 這叫場景1 那什麼叫做場景 場景的話呢 其實就是我們講的 這個 比如說你看電視也好 或看節目也好 是不是都有所謂的片頭 對不對 一個節目要進行的時候有一個片頭 然後正式開始 再來什麼 有一個ending 所以呢你可以像這樣子 那也可以像什麼 我們看電視電影 比如說這一幕是在校園 另外一幕在餐廳 然後下一幕在海邊 是不是都一樣 對不對 這個叫場景 那你看到 我們可以從這邊 新增投影片 就是在場景裡面我可以增加 比如說你現在看到的 是不是只有我一個人 那我想要有文字進來 我就從這邊 我打個文字 它這個文字的樣式 還有它呈現的這個內容 會根據你不同的房間 它會有不同的設定 那我們可以去改這個內容 只是說樣式的部分 我記得好像不能改 它就是跟我們房間有關係 那你看我來這裡 我們找到這裡 我來加個 這裡 嗯哼 虛擬攝影棚 好我就把它標題放進去 那你也可以有比較小的副標題 好那我就先用標題完成 這樣有沒有一個進來的 對不對 好那我進來之後你看 我們在這個地方 有沒有發現有三種 好現在我的場景裡面 有兩張投影片 那左邊這一張 是不是沒有的 右邊這一張 是不是有一個文字 欸那我現在呢 還想加上 欸如果你老師有這個 PPT的簡報或PDF 我就可以直接把它叫進來 那如果你有這個 你想要直接播影片 你就選這個影片 甚至呢你想要播 就是分享你的螢幕畫面 我就可以用螢幕畫面直接分享 也可以 好那比如說你看我這邊 我找一個影片 我看一下 欸現在好像沒什麼影片 那只好 然後我剛剛錄影的 好 好有沒有一個影片進來的 對不對 那這個影片的大小 當然你可以自己調整一下 你看這裡 有沒有可以調整 好所以我們可以像這樣 欸如果 我現在是所謂的肩膀 那你看我按全框 有沒有自動撐開了 所以這個 像這樣子 這個也是 拳框的肩膀 有沒有比較小一點 事實上 不同的 房間 你看我的這個房間 有沒有發現 他的肩膀 是另外一邊 還有傾斜的角度 好那這個也是一樣 那今天呢 他們跟大家介紹的是兩個 欸這樣你就看到了 我們剛剛錄了馬上就叫進來了 欸像這樣子 那當然你可以拳框 是不是都一樣 那如果你覺得 我想要調整這個 比如說這個拳框的 那個肩膀的 傾斜的角度啦 位置 你就可以從房間的右上角 欸應該是左下角 在這裡有沒有齒輪 按一下 欸自己決定 你要傾斜多少 欸水平的有沒有 你要歪哪一邊 是不是自己決定 垂直的 你要這樣 要這樣 哈哈哈哈 統統都可以 好 那這個部分 他就是會像這樣子 跟我們的這個房間 坐在一起 所以你可以自由的決定這一塊 那你說獎者的位置可不可以決定 當然也可以 所以你看 我們看到 右上角 有沒有一個叫撿抱者 我就是撿抱者 對不對 所以 你可以看到 預設呢 他這裡 有 上下左右 四個位置 然後呢 你人的大小在這裡 所以 如果我想要站在 右下角 然後縮小一點 有沒有 老師可以縮小 那你看喔 我這樣調整完了之後 我同一個場景 同一個場景都會受到影響 所以你看我第一個畫面 有沒有變這樣 第二個畫面 有沒有變在那裡 第三個 是變這樣 那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視頻 這樣您了解囉 所以呢 如果說 我這裡 好 我這邊 我需要大一點 我就自己把它拉大一點 這裡拉大一點 有沒有這樣比較大的 那 這個就是 場景的概念 那我今天 這是我第一個場景 對不對 我可不可以增加第二個場景 可以 因為呢 你看 我再增加一個新的場景 老師有沒有發現這裡 現在不一樣了 下面是不是兩個場景 那 你看喔 我在這邊 一樣 我這裡新增一個 比如說 這個簡報者自己好了 好 然後這個我丟回 那今天呢 要跟大家介紹的是 兩 這裡 這裡 我把它丟丟丟 欸 請問投影片的順序可不可以調整 可以 對不對 對 你看我可以丟過來 有沒有 好 那如果說 我現在這一個 因為我剛剛是場景2 如果我想把它換回場景1 我就在這邊切換 你看喔 他們兩個就會合併起來了 有沒有 對不對 好 它就會合併起來了 那如果你 丟過來 你看我把它丟過來 有沒有 它就變成獨立一個 因為它靠的是場景1的這個效果 好 場景1的效果 所以我可以像這樣 那這樣子的話的好處是什麼 我不同的場景 比如說你看喔 我們不同的場景 我把它變成場景2的 現在兩個 好 那我在這裡的時候 我希望我的人大一點 來 在簡報者這裡 欸 一開始的時候 老師要大隻一點 好 這樣子 那你看我前面的 你有沒有發現我前面不會跟著變 因為我們是不同的場景 有沒有發現 不同的場景 我就可以設不同的情境啊 好 設不同的情境 所以我今天 欸這個情境 我是要放在肩膀的 所以我的畫面都會在肩膀上 然後呢 如果這個情境 我希望它都是全框的 你看 有沒有都是全框的 我在這裡 我再增加一個 再增加一個文字好了 好 我入的 我把它放進來 完成 你看我這邊的 有沒有都是全框的 我只要在同一個場景 我就把我的角色 我的位置 是不是都設定好了 那 唯一 你需要 特別注意的是 到底 是我的左邊 還是右邊 啊 什麼意思 因為 你記不記得 我們的網路攝影畫面會顛倒 有沒有 自己看會顛倒 別人看是正常的 所以說 我如果要告訴你 欸同學 我們在這裡 你知道氣象報告都怎麼報的吧 哈哈哈哈 因為氣象報告 他們前面就會有一個 跟我一樣的螢幕 看到它虛擬之後 呈現出來的樣子 然後告訴你 欸各位今天 我們有受到 反流的影響 有沒有 它手指就指在這邊 那我就告訴你 欸 各位同學 我們今天來看這邊 你看我很認真的看著 那個字對不對 可是你知道我只是眼神飄渺嗎 哈哈 我根本就沒有東西 這樣了解 所以 各位 可以接受嗎 有沒有簡單 所以 讓大家玩玩看喔 好不好 你可以先新增投影片 那麼如果呢 待會兒 您自己有簡報檔案 或者PDF的 你可以直接從這邊匯進來 我們再給大家來做個示範這樣子 是